我国目前面对的第三波疫情 毫无疑问是沙巴州选种下的苦果 不过就在疫情依旧严峻的时候 沙拉越州首长阿邦索哈里近期却一再暗示 沙拉越州可能随时会迎来州选举就引起了关注 外界担心疫情肆虐的期间又冒冒然去办另外一场州选 分分钟会重蹈覆辙 引发另外一波难以收拾的惨剧 多次以国外选举都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继续照跑作为例子的这位州首长 今天再次表示州议会明年4月就会届满 还有自动解散 但到底要在什么时候举办周选 他们会听取卫生部的嫌疑 沙拉越州长阿邦索哈里 今天针对几时解散州议会重选一试表示 由于州政府的任期将在明年4月届满 所以举行周选是无可避免的事 他声称现任的州政府并不是练权 而是做了州政府该做的本分 不过由于我国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暴增 阿邦索哈里表示 不管几时举办周选 州政府都会听取卫生部的建议 确保沙拉越选民能在安全的情况下投票 我们不能预测 如果我们的COVID-19是单级的数字 而我们会提供的预讯 是否我们应该去或不 因为我也是关系人的健康 雖然中最初 Roger ... 你 因为 晚上 EVERY zych bliss 好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